小房間裡堆滿各式雜物 便衣刑警卻在床底下找到一箱可疑物品 手提箱裡藏著好長一把空氣槍 實在非常嚇人 員警不敢大意持續搜索 又找到另一把玩具槍 以及毒品吸食器 眼前這名雙手抱著貓的黑衣男 就是警方這次找上門的目標 因為他涉嫌恐嚇 拘警女友 根據了解 兩人透過網路交友軟體認識 沒想到台交往一個月就變了掉 男子一開始先以甜言蜜語攻勢 讓女友卸下心房 再謊稱家人生病需要一筆錢看醫生 沒多久又改口自己要投資 希望女方可以贊助 若是被害人不願配合 嫌犯就會亮槍恐嚇限制行動 前前後搶索將近115萬元 直到11月底才找到機會脫身 報警求助 隨身攜帶槍枝錦刀屑 恐嚇吹你使其心生畏惧 並要求吹你隨身攜帶定位器 掌握其隨理行蹤 警方巡線到台中一處汽車旅館逮人 沒想到房門打開 裡頭竟然還有另一名女子 不排除嫌犯 想要顧忌重施 不過遇到恐怖行人 到底該如何全身而退 可以尋求警方的協助 家暴令就是禁止令這一些 上下班的時候如果有同事或是親朋好友可以陪同你 人生上面的保護 網路交友盛行 專家提醒女生還是得要提高警覺以免最後人才兩師 繼續為內心阿公有賣 採訪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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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